基隆山宫篮球队正在加紧训练中 连续多年参与高强度的HBL 全国高中篮球赛 基隆山宫篮球队的实力有目共睹 由于基隆市几所高中都没有设立篮球队 在身兼基隆市篮球文会主委的立法委员蔡世英支持下 基隆市议员同志委协同基隆市民传国中篮球队教练徐伟胜 前往基隆唯一甲主球队的基隆山宫败会校长 向仿效三级棒球的方式推动基隆建立篮球三级制 让优秀的篮球人才有机会继续留在家乡打球 也避免基隆子弟要舟车劳顿到外线试念书 对于我们所有优秀的运动选手来讲 如何让他继续顺利的升学 以及让他有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政府该做的责任 我们基隆地区我是期待除了我们的国中的这个阶段 虽然我们的篮球很兴盛之后 我认为在高中的部分也要把它建立起来 那高中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有几所学校 是目前我们要接洽的像基隆山宫 我们未来还成为一个连接 在大学跟国中之间重要的连接运动的重点学校 我想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的项目 不管有哪一个单项 它都必须要有三级训练 我们国小国中到高中甚至大学 我想我们基隆市应该可以先优先建立好一个三级制度 未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篮球好手在家乡打球 甚至到我们的全运会可以代表基隆市来比赛 这对我们的这个城市品牌的打造 还有运动的行销跟运动风气的塑造 培养市民健康的一个风气都非常重要 对此基隆山宫校长洪光贤也大表赞成 认为有助于建立基隆品牌形象 凝聚更多在地篮球资源和支持力量 我们很期待我们的球员是能够从基隆的一个在地的学生所选出 那我想对于基隆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营造 我们很期待借由基隆山宫所打造出来 是一个属于我们基隆的一个品牌 所以因此我们很期待我们学生能够在地的衔接 那因为目前现阶段篮球的整个环境生态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都外流到其他县市去 同主委表示近期会与基隆市交易处讨论 如何制定政策整合资源 支持基隆市篮球重点学校发展 并协助基隆山宫寻找企业赞助 移地训练等经费 另外也计划安排明传奇正兵等国中篮球队 与基隆山宫篮球队进行球赛 一方面提升基隆国中篮球队实力 也让这一群国中篮球员 能实际接触基隆山宫篮球队训练环境 作为选择升学的参考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